接下来带您来欣赏代表年度艺术命题的高雄奖作品 高雄市立美术馆长期致力于发掘新秀艺术家 2015高雄奖便吸引625人参赛 总共选出高雄奖5名 优选8名 观察员奖3名 以及入选22名 这群新秀艺术家不仅透过作品与社会产生深刻连结 也在传统媒材找出当代艺术的表现性 赋予媒材不同以往的面貌 那透过每年的高雄奖的举办 可能是最确切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现在的这个工部门 特别是高雄市立美术馆 它作为这个自我的这个期许早就超越了官僚组织 那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任何的这个再细微 但是可能关键的作为 让这个艺术生态从专业界跟这个民众的互动 乃至于说跟这个国际的互动可以产生性的链接 其实我是希望是借由一个很每天会接触到的媒材 然后很日常生活的媒材 然后呈现说这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下 然后它对产业地方产业的冲击 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人他生活可能发生了一些转变 这一次的征见 依照媒材属性分为八大类 提供创作者对于作品本质 以及材质概念的思考空间 也以初审分类 副审不分类两阶段的特殊方式 维护各类作品的平衡 也保证了参赛的公正性 法界新闻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 所以我们评论一下